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的数学函数库 那这节课接着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买色扣中的次负串函数库 那这个次负串函数库呢 可能这个函数比较多 给大家列了一些常用到的 接着来看一下 首先可以返回次负串的字符数 通过XLens 也可以通过Lens来返回次负串的长度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写成一个SelectXLens 我都是单独的来给你做测试 你可以应用到你的色扣语句中 写成一个Math 包括写成一个Lens Math 你看到 它们的长度和次负数都是5 那接着你再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中文的 那首先呢 中文你看到长度是3 在UTF8下 长度为3 但字符数呢 算一个字符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还有Concact Concact的函数呢 是将次负串和变成一个次负串 其实呢就是连接次负串的 相当于我们P2P中的点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Select 写成一个Select Contact Hello 再来一个Word 结果是HelloWord 相当于次负串中的点 拼接次负串 那接着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Use一下CMS 你可以把它应用进来 Select新号 From Student 现在我想让所有的用户名后面 拼上一个下滑线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ID Concact Username 拼上一个下滑线 From 我们的表 Student 得到的结果 你看到所有的用户名之后 拼上了一个字符串 下滑线 但是需要注意 当Select中 如果字符串有Noun的话 结果为Noun 写成一个A B 接着一个Noun 结果是一个Noun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 还有一个Concact 下滑线 WS WS代表Wave Separator 相当于 以指定的分割符 来连接我们的字符串 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先上一个Select Concact WS 第一个 以什么字符来连接 假如说我以这个效量 连接一下 我们的字符串 A B C 相当于我们P2P中的 转函数 或者是implode函数 以指定分割符来连接我们的字符串 那接着你再看 如果以空来连接 结果呢就是 ABC 连着的 那现在如果以 Noun来连接 结果是 Noun 这一点需要注意 如果你的分割符为Noun的话 整个结果为Noun 但是 如果我们说连接的内容中有Noun的话 结果不为Noun了 这个和Concact 要区分开 你看到 这就相当于一个空字符串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Upper 或者是Ucase 将字符串转换成大写或者小写 我们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Upper A This is a test 一个 或者可以使用Ucase This is a test 效果是一样的 返回大写之后的字符串 那有大写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小写 写成一个Lower Hello Word 包括Ucase Hello Word 你看到 Ucase Lcase 小写之后的字符串 这是我们的Upper 或者是Lower Ucase 或者是Lcase 接着呢 我也可以通过Left 或者Right 返回字符串的前几个字符 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Select Left 第一个参数是你的字符串 写成一个 ABCDEF 返回前几个呢 返回前两个 同样的 再试验一下Write ABCDEF 返回后两个 得到的结果 一个是AB 一个是EF 通过 通过它可以返回字符串的前几个字符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Lpad 或者是Rpad 将字符串 SE 用S2填充到指定的长度 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Lpad 字符串 E是一个字符 填充到五个字符 用什么来填呢 用问号来填 包括Rpad 是在字符串的右边 来填写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用碳号 你看到 在A前面填了四个 填充到指定长度 在A后边填充了四个碳号 填充至指定长度 这是Lpad 包括Rpad的一个用法 那再往下呢 再看 还可以通过Trim 或者是Ltrim Rtrim 过滤字符串中的空格 你可以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Select A BC 带有空格的 接着呢 再来写上一个Select Concad的连接一下 用下滑线 逗号 两个下滑线 来拼上一个 去掉 次伏串的 两端的空格的 通过Trim函数 空格ABC 同样的再来试验一下 Ltrim Concad一下 下滑线 Ltrim 次伏串两端的空格 它是去掉 左端的空格 再连接一个下滑线 再去掉一个右端的 Concad 下滑线 接着是Rtrim 我们P2P中 也有Trim函数 但是需要注意 这个和P2P中的 它只能去掉两端的空格 下滑线 回车 Rtrim ABC 少了一个 括号 我们再看一下 Select ABC Concad Trim 一个 Ltrim 两个 Rtrim ABC 斗号 没问题 我们重新在这来写一个 Select Concad 第一个 下滑线 再评设一个 Trim ABC 斗号 再一个下滑线 再来一个 Concad 下滑线 Ltrim ABC 斗号 下滑线 再来一个 Rtrim Rtrim ABC 斗号 下滑线 这样 没有问题 成功 你看到第一个 经过Trim函数之后 两端的空格被去掉了 而经过Ltrim 左端的被去掉 Rtrim 右端的被去掉 这样的一个形式 通过Concad 来连接一下 这样看的比较明显 那这也是我们函数的一个嵌套 也可以 好 再往下 再来看 还可以通过 Trim Se from S 可以去掉 字符串中 指定的字符 那首先呢 字符串 放到后边 指定字符呢 放到前边 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Select Trimed 你看到 第一个 字符串 你要去掉 字符串两端的 A From ABC BCA 结果呢 应该是BCBC 把字符串两端的A去掉了 这个呢 就和我们P2P中的 这个Trim使用的 去掉指定字符的用法 是一致的 也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可以重复一个字符串 Select Repeat 第一个是你的字符串 Hello 或者写成一个H 重复五次 五个H 那接着再往下 Space 那Space呢 是返回N个空格 这时候你就可以测试一下 Concact 下滑线 接着Space 五个空格 再来连一个下滑线 你看到 两个下滑线之间 放了五个空格 再往下 还可以进行字符串替换 Replace 在字符串中 搜索 字符串S1 替换成S2 这和我们P2P中的一样 Select Replace 第一个是你的字符串 ABC BCA 把它替换成谁呢 搜索A字符 替换成下滑线 结果呢 应该是两个下滑线 那接着你再看一下搜索的时候 是否区分 大家要写 你写一个小写的A 你看到搜索的时候 是区分大家要写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如果没找到的话 返回原来的字符串 接着再往下看剩下的这几个 StrCMP是比较两个字符串 是否相同 Select和我们P2P中的一样 CMP A 这是相同 在StrCMP 相同 StrCMP 大写的A 和小写的A 接着还有一个 StrCMP 大写的B 大写的A 结果 0 0 1 那接着你看到 在比较的时候 区分的A写了吗 没有区分 那如果他比他大的话 返回为1 比较的是字符串的ASCMP 那如果他比他小的话 返回的是 负1 你看到 是负1 但是在比较的时候 是忽略达要写的 接着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截取字符串 在字符串中 从哪开始截取多长 简单的来测试一下 和我们P2P中的 Substr效果一样 MySQL中使用的是 Substring 从2的位置上 截取两个 但是需要注意 其实点 你看到 得到的是BC 1 2 字符串的下标 不是从0开始了 1开始 2 包含起始字符 截取两个 B和C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reverse反转字符串 比较简单了 写成一个 reverse ABC 得到的应该是CBA 接着最后一个 可以通过ELT 返回指定位置的字符串 那现在就相当于 你列了一个字符串集合 通过ELT 可以返回指定的 返回第二个位置上的字符串 A一个 B一个 C一个 它会返回B 注意 字符串的起始点 从1开始 而不是0了 那下来之后呢 这些字符串函数 都可以应用到你的 色口语句中 你可以简单的 按照你的要求 来试验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 感谢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ceksin